秦潇贤是德云社的网红艺人 他的段子总能在网上看到 这是德云社的流量责任因此 秦潇贤几乎参加了德云社 所有的综艺电视 而秦潇贤成为了新一代习剧演员的代表 秦潇贤的基本特征是高颜值 好身材和健谈 尤其是他迷人的微笑 没有受伤的秦潇贤 总是给人一种好的感觉 德云社综艺德云斗校舍是在哈尔滨 录制的 秦潇贤在这次录制中完全被儿童虐待 一个24岁的叔叔 被一个6岁的孩子打败了 秦潇贤不小心摔倒了 眼睛被击中了 由于叛完儿的结果 节目组强制不让我玩了 非要让我休息 只是磕了一下 伤口不大 这是秦潇贤描述他的伤势 我们不知道秦潇贤的伤势怎么样了 我们只能通过秦潇贤HTGB了解 今年秋天没那么严重 事实上 秦潇贤受伤的范围相当大 当时他这么说只是为了安慰身边的人和粉丝 最后的赢家秦潇贤古装出来了 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帅气的年轻人 现在粉丝的装备太强大了 十几米外的人都能把头发拍清楚 在这次路透图中 秦潇贤的伤口到底有多大 秦潇贤说的伤口不大是多大 我们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通过图片 我们清楚地看到秦潇贤的眼部 有明显的交代印记 说明他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好 他眼部的伤痕横着的 伤痕细长没有那么深 距离眼部比较远 但看起来还是挺严重的 为了工作创合贴都不贴了 看到这里我们知道了 秦潇贤口中的伤口不大就是安慰的话 其实他的伤口挺没有他说的那么轻 秦潇贤从外表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但是他内心比较强大 特别是不想麻烦别人 夏天录这样的节目难免会出汗 这样对伤口的愈合不是很好 但是秦潇贤就是怕给被人添麻烦 还是继续配合导演的安排 说让干啥就干啥 其实这并不是秦潇贤第一次录综艺受伤 而是第二次 第一次受伤是在别的节目 姐姐妹妹的武馆 秦潇贤刚学了十几天的咏春 和一个练习了多年的咏春选手过招 秦潇贤为了这次对打使用了全身的力气 才打出一点节目效果 对方很厉害 也是毫不相让 一拳一拳都是往头部打击 在其中一个回合里面 秦潇贤为了进攻而放弃了防守 对方直接一拳打上来了 秦潇贤当时没有反应 但是下场之后感觉鼻子不太舒服 对方那一拳打到了自己的鼻子 秦潇贤的鼻子受伤了 这也是他第一次的综艺负伤 想想秦潇贤说过的话是真的 说相声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工作 他在接下来的录制中 鼻子上总有一个创合贴 虽然把鼻子贴上不好看 但也是没有办法 从这两次综艺事故来看 秦潇贤的综艺之路真是命运多舛 一个安全技术很高的综艺节目 竟然让秦潇贤玩出了难度 德云社团宗让秦潇贤玩得不安全了 难道说相声真的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工作 从相声演员跨界到演艺圈 秦潇贤做事认真负责 在自己家的团宗德云斗校舍放纵了一把 结果被六岁孩子教训了 总的来说还是太年轻 郭德纲的经纪人王海和秦潇贤的对话 说明了这一点 受这么严重的伤 心态还这么好 不亏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俗话说得好 至一欠掌一掷 秦潇贤已经吃了两次亏了 下次就聪明了 秦潇贤一直这样坚持不去